想成为强者 需要具备哪些思维 一 朋友之分两种 有用的和没用的 别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无用之人身上 强者都很清楚 自己身上有哪些值得被别人利用的价值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二 逐渐把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的想法 替我完成这件事带给我哪些思考 他教会我什么 相信我 无论好事坏事 都会增加你生命的浓度 三 如果你不觉得去年的自己是个傻逼 那你恐怕又白活了一年 一个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 会在向上生长的过程中 不断地自查与纠错 四 生活很苦 抱怨无用 所有的坎坷都是在帮你提升逆伤逆境伤 锻炼你面对挫折时的勇气和决策力 让你向成功更进一步 五 待人 捷悟 真诚是最大的杀手锏 也能节省精力 尤其是向上社交的时候 你那点小伎俩别人一目了然 在这个智商过剩的年代 真诚会显得格外有质感 六 遇到重大决策 愁愁不绝时 设想我是某历史英雄人物 或者领域翘楚的视角 当面对此事会如何决断 兴许就会找到答案 七 每一个优秀的家庭都有一个英雄 负责肩负起家庭未来走向的使命 如果不是你来当这个英雄 那你的亲人可能要再期盼二十年 五十年 甚至一个世纪 八 神秘感和边界感能强化你的能量场 对接时会默认你是上位者 而对方也会心里暗示自己是下位者 这会让你在谈判中处于优势 记住 谈判时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九 能用汗水解决的事 就不要用泪水 能用智慧解决的事 就绝不要鲁莽 强者最高贵的品格是坚韧与智慧 十 提升认知是赚钱的先决条件 你的认知只有鸡蛋那么大的时候 就不可能赚到碗口那么大的钱 你想要赚碗口那么大的钱 就必须把认知提升到餐桌那么大 十一 不要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就卧影 古之力大事者基本都是手无症出奇 见走偏锋 人生是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 做重大决策时必须十二 强者永远不会随波逐流 一个人若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 那根扯线木偶 跟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 答应我 永远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十三 能成事的人都有强大的自屈力和变态的执行力 想都是问题 做才有答案 躺着不动 永远是观众 若不能执行合一 想的再多又有何用 十四 宁愿当哑巴 也别讲废话 废话讲多了 久而久之 你的观点就会没人重视 包括你的家人 当一个强者该说话 就要一针见血 直指核心比沉默更有价值 十五 不要和大事作对 人在哪里 流量就在哪里 流量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顺势而为 利用趋势掌控流量和心 将流量转换成金钱 十六 既然下定决心去做一件事 就要心无旁骛 全身心投入 不遗余力地执行自己的意志 注入热望和信念 永不言败 不死不休 哪有做不成的事啊 十七 强者都有坐庄思维 不会的就去学 做不到的就外包 没有泰特就跟人合作 没有人是权之权能 庄家不需要每个环节都会 只需要你整合资源 统筹大盘掌握生杀大权 十八 先下手为强 趁对手没有防备 出手常常可以将对手打个稀巴烂实 而商业市场的竞争 总是那些先知先觉者获胜 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水平 都是他以往各种各样阅历和认知的合计 怨不得天 怨不得人 本就应该如此 推导重新来过 强者还是强 弱者依旧弱 想要那天改命就要研究人和事 跟打游戏一样对自己的过往招数弱点 要抽丝剥剪剪割物之质 用精力改变 确实增加比杀技跟进攻防守能力 例如语言能力 识人数 决策力 洞察力 执行力 世界正经数学能力等等 例如语言能力 识人数 决策力 洞察力 执行力 世界正经数学能力等等 只要有助强化自己能力的人事物 都是学习对象 利用对象 立个挑战目标几年后可以达成 相信将来的你一定比现在的你更强 天行剑自强不息 不停进步 就是真正的强者思维